吉林大学门外的一家网吧里 一名男子留着长发 穿着一件老旧的棕色外套 24小时坐在77号座位上 整整玩了四年半的游戏 累计上网时长61,000小时 除了吃喝拉撒从不离开座位 一年最多剪两次头发 羽绒服从来不洗 一个行李箱 一双拖鞋 一卷卫生纸 一根数据线 就是全部家的 男人名叫近爱兵 江湖人称七哥 1984年出生于河北农村 性格内向 听话懂事 从小就和弟弟一起下地 帮家里干农活 长大后 在父母的严格管教下 他的学习成绩非常出色 是十里八乡出了名的好学生 2004年 近爱兵考出了647分的好成绩 当时根据学校规定 考上一类重点大学的学生 可以奖励三万元 为了确保赢得奖金 给家里省钱 他放弃了自己喜欢 但招生名额较少的化学专业 报考了当时大热 并在扩招的吉林大学计算机 最后被顺利录取 成了村里第一位高材生 尘埃落定 近爱兵拖着大包小包来到学校 感受着新鲜的大学生活 没了父亲急迫的唠叨 和数不清的指责 压迫 他压抑多年的内心 终于得到了释放 交上本身就对计算机专业兴趣平平 渐渐的近爱兵对自己没了要求 每天睡个懒觉 自由自在 中规中矩上上课 记笔记 交作业 成绩不拔尖 也不拖后腿 就在大一即将结束时 他被同学拉去网吧体验 原本对网游毫不了解的近爱兵 一下子就找了谜 台上老师讲课 台下几人商量打boss 下了课直奔网吧 准时集合下副本 达尔下学期 经同学引荐 他进入了一个几十人的大工会 半年后 凭借不错的操作技巧 和稳定的出勤 得到了会长的重用 开始展露头角 升任首席法师 一举拿下超男副本 一战成名 游戏中成就感疯狂爆棚 现实里 学业每况愈下 到了大三 近爱兵迟到 旷课越发频繁 挂科越来越多 重修都赶不上探 最后干脆放任不管 泡在网吧里 没人督促 没人监管 感觉自己在做一件错的事 但就是下不了决心往回走 走不回去了 大三下学期 由于挂科太多 系列决定让近爱兵降级 但通知了两次 他始终没有露面去办理相关手续 不愿想未来 不想面对现实 只要一有烦恼 马上投入一帆风顺的游戏世界 烦恼 不想 他就过去了 来了 实在没招了 再说呗 最后反正就是 把四年凑合过去 直到2008年毕业之际 因多门考试不及格 他最终没有拿到毕业证 当同学们陆续找到工作时 近爱兵除了游戏里显赫的等级 和工会的朋友 几乎一无所有 他不知道怎么跟家里交代 感觉没有达到期望 十分愧疚 谎称自己已经正式毕业 正在找工作 实则漫无目的 到处转悠 因为租不起房子 没地儿落脚 近爱兵再次走进了 学校门口那间熟悉的网吧 打算待个十天八天 在网上浏览信息 先找一份能糊口的工作 结果一看直接傻眼 不是要学位证 就是要工作经验 碰巧这两样 他一个都没有 有些内向的他顿时慌了神 十分茫然 开始疯狂拖延 今天算了 明天再讲这个问题吧 明日复明日 明日何其多 数月后工作不仅杳无音讯 他还变得身无分文 就在走投无路时 近爱兵靠坐游戏带链 和卖游戏币 每月可收入1500元左右 基本满足了每天上网和吃饭的花销 白天热血奋战 晚上直接通宵 除非肚子饿得实在厉害 才会晃出网吧找点吃的 这是他唯一有可能走出网吧的时候 午饭过后 继续带练打游戏 直到凌晨缓缓睡去 反正困了之后 怎么都能睡着 或者两个椅子一对 也可以躺着睡 好景不长 因为一件装备的分配问题 副会长付气带团离开 让他倍感荣耀的工会就此解散 在一无所有时 最后的慰藉也彻底破碎了 几个月后 手机欠费停机 敬爱兵不想让人看到自己失败的一面 索性不去缴费 切断了与家人朋友的一切联系 以网吧为家 一住就是四年半 连带大学的那几年 累计上网时长多达六万一千小时 也就是说 无论白天黑夜 几乎没走出过网吧一步 座位旁边的行李箱 早已积满了灰尘 不逛街 不买衣服 一年最多剪两次头发 不是特别长 就懒得去剪 夏天的时候 一个多月洗一次澡 冬天能不出去就不出去 羽绒服从来就没洗过 四年时间 没给家里打过一个电话 没在床上睡过一个觉 久而久之 他成了当地网吧的一个传奇 固定的位置 固定的人 刚开始 他的座位是39号 江湖人称九哥 后来网吧重新装修牌号 39号变成77号 名字也变成了七哥 常来上网的人 几乎都知道这个名号 在几个游戏贴吧中形容它是神一样的存在 甚至有不少人慕名前来 膜拜瞻仰 想要一睹大神真容 在这几年间 敬爱兵在网上结识了一位网友 同样住在网吧 但生活可以说是更加不正常 一天24小时在线 困了睡 睡醒就玩 在2013年春节 此人突然消失 再次出现时 留下了一段话 我回家了 这些年你的爸妈也一定很想你 回家吧 这一段话 一下子搅动了敬爱兵早已木然的心 他想过家人 想过回去 但找不到契机 不知道如何迈出这一步 2013年3月 一篇名叫 男子在网吧生活了四年的报道 在全国各大网站疯狂转载 多年来 他窝居网吧从不回家的秘密 第一次被公开 看到报纸 他心里咯噔一下 随后十分开心 有些释然 我也想回家 但是就是这个 这一步一直都迈不过去 有人在后面推力吧 迈过去了 3月26号晚 敬爱兵的弟弟和三叔 出现在学院网吧门口 他们没敢进去 托人将敬爱兵叫了出来 数年不见 叔侄三人相拥捅哭 这一幕 他在心里想了很久 次日 三叔特意带敬爱兵 买了身新衣服 换下四年半的旧衣 带着鸡马灰尘的行李箱 坐上了回乡的列车 家里边肯定是挺担心的 他们也没责备你 完全没有 所有接触的人都没有 见了之后 回来就挺好了 感觉以前根本自己就想错了 在家中待了三个月 建爱兵开始寻找工作 在第一份求职简历上 他这样介绍自己 因玩游戏 大学未毕业 08年毕业后 至今以玩游戏为生 我觉得你写得都特别真实 对啊 有什么说什么 你说的太夸张了 感觉给你来个专业行李箱 你不会 最后 那次面试没有成功 在朋友的介绍下 建爱兵得到了中关村 一家软件公司的实习机会 边学边干 实习机有1400元补贴 转正后月薪3000 为了上班方便 他在单位附近花800元 租了一张床位 几年后 他成功转正 坐上了部门经理 和心爱的姑娘 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回首往事 他总觉得 那四年就好像是一天 无比漫长 可是又无比短暂 遇上问题不可怕 可怕的是 没有勇气去面对 想要我死 我马上死给你看 你需要吗 我这场面还你 你是不是想死 想死 眼前这个男孩 名叫王玉超 那年16 平日不是宅家玩游戏 就是骗父母去同学家 转头跑去网吧 一直玩到第二天天明 每天十个小时起步 眼瞅着即将通关 父母扒掉了开关 少言寡语的他 一气之下要跳楼 连续两次过后 父母以去俄罗斯滑雪为由 把他骗到了基地 这里是中国青少年心理成长基地 建立于2004年 采取半军事化管理 直白点说 就是一家借王所 据说 从这里走出去的孩子 借王成功率高达70% 男孩呆呆地望着坚固的铁门 看着上面缠绕着的绿色塑料藤蔓 若有所思 我觉得自己挺好的 挺正常的 肯定待个一两天就能走 结果 万万没想到 近来容易 出去难 所有人必须在这里 接受为期三个月的军训 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等 几天后 王玉超情绪崩溃 咆哮着给父母打电话 我现在已经答应 每天上网不超过四个小时 你觉得这不够吗 让我回去一趟 我就安心了 你明天抱着 你明天抱着我的骨灰哭吧你 家长见面会上 母亲以泪洗面不断哭诉 你上网的那几个月 从来不知道父母的日子 是怎么过的 当你的键盘声 一声声传入妈妈耳朵里时 妈妈的心理是怎样的 看着你不能控制荒废学业 妈妈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母亲越说越激动 心理医生试图劝解 孩子眼角有些湿润 沉默良久 随后一脸冷漠 只说了句 我懒得理他们 第二次见面 王玉超比较冷静 一点点倾诉 他认为 网上有朋友 有在乎自己的人 现实太过虚伪 我在家完全没有存在感 太孤独了 只能跟家里的玩具 电脑说话 我不觉得他们是虚拟的 他们也是人 是另一个孤单的人 在电脑的另一端陪着我 哪次出去 我们没有吵过架 孩子巴达巴达一大堆 父亲一听吵架 打开了话锡 指责他不知感恩 不知尊重长辈 平日里随便说句话就发火 嚷嚷着让长辈去死 我养你现在十六年了 你已经为别人做点事了 王玉超一听 立马暴走 拎起铁凳就要砸过去 你不是需要吗 我这条命还你 你是不是想死啊 父子俩积累多年的矛盾 再次被点燃 在这里 像这样的家庭还有很多 有的孩子为了通关 围上尿不湿 不吃不睡 玩了四十多天 有的沉迷于网络世界 过早结束学业 没有亲戚 没有朋友 脾气暴躁易怒 对网络之外的任何东西 都漠不关心 最后被骗 被家长打了麻药 还有的被七八个教官直接扛了过来 有的孩子一觉醒来 到了基地 哭得鼻涕一把 泪一把 有的哈哈大笑 故意说反话戏调侃 基地这么阳光的地方 有心理医生 教官和我所向往的军旅生活 主任的教育 更是深深打动了我的心 看到这个短片的朋友 如果觉得自己有问题 欢迎来到北京XX青少年心理成长基地 进来你就出不去了 哈哈哈哈 话音未落 哨声响起 孩子们赶紧起身集合 在基地 每天六点半起床锻炼 整理内务占菌资 监督吃药 心理辅导 父母也需要一起进入治疗中心 上相关教育课程 正值叛逆期的希望 将这里称为青少年心理摧残基地 把原来的思想打破 砸得稀碎 然后疯狂洗脑 和别的小伙伴一样 希望讨厌上学 讨厌家里人 对现实恐惧 失望不满 与身边的人无法沟通 逃避学业 抵触管教 网络是他唯一可以宣泄的地方 白天父母去上班 晚上他出去通宵打游戏 父母一声不吭 没有警告 直接将他骗到基地 因难以接受被送到这里的事实 希望十分不服 跟心理辅导员理论 怒吼 咆哮衰迷 跑到卫生间哭泣 他不解 愤怒 整日睡不着 为何没人理解自己 为什么全世界都要与自己为敌 一定要学习好才是好孩子嘛 几天后 希望带着七位小伙伴 爬墙头 集体越狱 凌晨三点 基地人员发现窗户大开 着急忙慌开始寻找 四小时后 在附近的一家网吧 找到了他们 随后 宿舍的窗户 通通装上了铁丝网 希望被关进了单人房间 禁闭十天 自我反思 他有些后悔 带小伙伴逃到了网吧 但游戏的诱惑力太大了 希望带着几人飞越网吧 视网如命的高权策 在铁窗里度日如年 小时候 他是父母眼里的乖孩子 听话懂事 长大后感觉现实太过虚伪 网络十分美好 沉迷网络 网链交友 辍学在家 说话犀利 父亲不断指责 使用武力 有时真想拿刀把他剁了 主要是吓唬他 不是真的要那样做 父子之间从不沟通 关系还不如路人 几轮劝阻无用 高权策被送到基地断网 期间学到了很多 尤其是怎么逃跑 有次他网瘾犯了 准备翻墙逃出去 结果太过慌张 翻墙摔伤了腿 每天只能老老实实 躺在寝室 调侃自己的光荣事迹 无论是安静与 暴躁一线之隔的 王玉超 还是叛逆的希望 抑或是 言辞犀利的高权策 他们都太孤独了 得不到理解 包容陪伴 将虚拟世界 视为世外桃源 在那里 他们成了打遍 天下无敌手的佼佼者 现实中 表情麻木 内心孤独 小小少年烦恼不断 家长无奈 恐惧 我们老家一个 副厅长的儿子 就死在网吧里 电脑就像违禁品 一旦上瘾 根本停不下来 就因为孩子玩电脑 才变得那么冲动 内裤 袜子都臭了 全然不在乎 实在太可怕了 事实 真的如此吗 经过几个月治疗 希望和父亲 紧紧相拥 背着吉他 踢着沉重的行李 离开了基地 小伙伴们在铁窗内 高呼 你快回来 他微笑着 挥手告别 我不想回来了 绝对不会回来了 与此同时寝室内 王玉超十分坚定地说道 我觉得自己没有网瘾 他不是真正的病 他只是一个表现 或许真正可怕的 不是游戏本身 而是游戏结束 现实开始时 父母和孩子都迷失了方向 最后弄丢了彼此 这个男孩有点惨 72小时 只能睡5小时 困得睁不开眼 还要被父母 逼着玩游戏 大家好 我是零七 今天给大家带来 网瘾少年重生记 眼前这个大杀四方的少年 是鲁燕熙 父母不在家 偷摸玩游戏 不吃不喝不睡觉 从萌心变老手 借口去叔叔家查资料 从早玩到晚 一打就是一整天 书包一扔 屁股一摊 学习那都是过眼云烟 谎话连篇 精神萎靡 孩子不理人 吃饭端跟前 成绩跟不上 脾气倒挺大 眼瞅着眼镜杜鼠 蹭蹭往上窜 父母越发着急 刀刀碎碎念 发动七大姑八大姨 轮番上阵指导思想 说话不顶用 上手砸开花 鲁燕熙微微一笑 毫不在意 摔到显示器里面 它肯定没用 它肯定可以再玩 网瘾少年千千万 打骂超过一多半 一头扎进网吧 吃喝拉撒一条龙 进门寒冬腊月 出门春暖花开 更有甚者 直接杀红眼 儿子是否会像 某些个例一样 渐渐消沉甚至堕落 父母一筹莫展 焦虑不安 四处寻求 借除网瘾的良方 专家一听 来了精神 既然他想玩 那就玩个够 三天三夜玩游戏 中间只睡五小时 超过十分钟 就是违约 零时管购 服务到位 违约电脑手机全没收 如约达成 暑假挑战升级 四天连轴玩 只睡五小时 有讲有罚 十分公平 摄像取证 三方协议 天真的鲁燕熙觉得 So easy 爽快签字 一己风发 吃着零食玩通宵 快乐起飞爽歪歪 母亲嘴角咧到外太空 白天录像写日记 吃喝拉撒全都有 一分一秒都不落下 白子黑字 全方位取证 晚上父亲接班 监督玩游戏 轮流值班 干活不累 24小时后 鲁燕熙有点招不住 晃晃悠悠 一头扎紧沙发 雷打不动 一睡就是俩小时 喊不起拽不动 一提讲诚措施 立马来了精神 整起 走你 重装上阵 哈欠连天 鲁燕熙小手起简 三番两次偷摸睡觉 幸好 母亲心里很牵挂 盯着钟表掐准时间 休息一个半小时后 反复念叨协议 及时叫醒儿子 起来战斗 眼瞅着休息时间 全部用完 挑战还剩五分之一 鲁燕熙睡得稀里糊涂 眼皮比千球还重 不知天地为何物 眼前电脑算个屁 母亲晃晃荡荡 疯狂开炮 签字画鸭 立马放行 一觉醒来 哇哩个乖乖 学习三小时 冲刺尖子班 游戏限制 出门散步 早睡早起 身体背儿棒 十几条学习规定上 鲁燕熙亲笔签名 格外亮眼 经过大脑不断刺激 鲁燕熙玩游戏玩到吐 一讲游戏就头疼 但这还远远不够 孩子之所以会叛逆 其实追本溯源 很多是家庭的问题 经了解 鲁燕熙父母性格不合 结婚后矛盾重重 吵架冷战 再吵架 再冷战 一点鸡毛蒜皮 都能大干一场 母亲摔东西 父亲刀不过赶紧溜 开水瓶没打中 上剪刀 剪刀不行换菜刀 生活吵吵闹闹 教育孩子也是五花八门 父亲觉得 只要孩子成绩好 玩玩电脑都是小case 母亲认为 要玩就按照时间来 最多一个小时 绝不能再多了 每当鲁燕熙和母亲 发生冲突时 父亲就会加入其中 不调和不劝阻 而是站在一旁 15贺6指责妻子 看着遍地狼藉 阴云密布的家 鲁燕熙感觉不到 任何快乐 只能在网络中寻求安慰 沉浸其中 忘却烦恼 经过72小时挑战 鲁燕熙不仅会 合理控制游戏时间 静下心来 和父母沟通 学习成绩 更是芝麻开花 节节高 半年脱胎换骨 从514名 直奔85名 父母也决定不断学习 合理利用家庭公约 一家人写出 想要对爱人孩子 说的心理话 各自想在本月实现的目标 以及奖程措施 沟通交流 和睦相处 毕竟 爸妈也是第一次当父母 也许不是满分 但他们 真的很努力 19岁王尹少年 要整容 不同意 就拿刀砍 打得母亲跪地求饶 还不解气 把家里砸得稀巴烂 眼前那个疯狂 打砸东西的人 名叫小王 19岁 两个月前 他离开了在外打工的母亲 回到湖南老家 和叔叔一起生活 结果回来后 整个人变得十分怪异 情绪暴躁 一个劲儿要求 家人带他去医院整容 否则就暴力相向 整个人每天 比炮仗还火大 不用点火 自己就找 家中已经成为 他发泄的战场 全被砸得一片狼藉 破碎不堪 音响 大门 桌椅 板凳 全是拿刀砍的大窟窿 锅瓦瓢盆 更是没眼看 不仅如此 小王还将妈妈衣柜里的衣服 全部丢掉 他认为这一切的元凶 都是母亲 当年一声不吭 把自己送到特殊教育学校 不管不问 老是体罚 才会使自己下巴变形 面容变得十分丑陋 别人的下巴 都是往外面翘的 我被人打得往里缩 都是我妈害了我 仇恨一直压抑 在小王的心中 无法自拔 平日里不是玩暴力游戏 就是照镜子 一想到母亲 她就站起来 噼里啪啦一顿砍 想起我妈 我就控制不住 记住的时候 我还想还想上了 然后出来的时候 气就消了一点 得知老家一片狼藉 母亲心急如焚 从外地赶回家中 15年前 丈夫因一场事故离开人世 为了让儿子以后能好好生活 他没有在家 一直在外努力打工挣钱 把孩子当成自己生命中的一切 可小王的状态 却每况日下 学习不好 不听管教 沉迷游戏 每门功课只有几十分 考试一脸懵逼 最后学校 看其家庭条件不好 勉强发了毕业证 起初 家人以为这是青春期的正常表现 没有多管 后来 随着年龄的增长 小王变得越发不可收拾 坐在电脑跟前 根本不挪窝 无可奈何 两年前 母亲将她送到了特殊教育学校 希望儿子借出网瘾 不要一辈子沉迷电脑游戏 出来后学点技术 或者再去读点书 没成想 事与愿违 孩子网瘾没戒成 还患上了抑郁症 对自己恨之入骨 回来后 经常对他恶语相向 每天嚷嚷着要整容 思来想去 他一口答应 转头就将儿子 送进了精神病院 进行检查 检查结果一切正常 而这一操作 彻底惹恼了小王 他感觉自己的自尊心 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开始大打出手 拳打脚踢 不给我整容 我就砍死你 逼着母亲跪下求饶都不行 多说一句话就是一顿打 为了缓和两人之间的关系 他将儿子送回了湖南老家 和叔叔一起生活 没成想 小王执意要将整容 进行到底 他认为 自己头脑聪明 独立完全没问题 之所以到现在都一事无成 是因为大家说自己丑 没人样 下巴太短 被人歧视 人际关系处理不好 无法融入社会 为此 小王越来越在意别人的眼光 性格变得越发孤僻 对整容的想法 预见强烈 每天独自在家 对着镜子发呆 看看自己的脸 有哪些缺点 每每想起 母亲的言而无信 和他人对自己面容的嘲讽 他就开始发火 摔打椅子门框 甚至拿刀四椅挥舞 母亲看着满地狼藉 既生气又无奈 她认为 孩子在外貌上没有欠缺 无法安心工作 是因为长期沉迷电脑游戏 脾气暴躁 都是因为抑郁症 只要没收电脑 服药治疗 一切都会好的 一听药没收电脑 小王重新抱走 将电饭包 狠狠砸在地上 固执己见 不做整容 事不罢休 最终 王妈妈 傲不够倔强的儿子 同意带他到医院 进行整容 前提是 改掉从前的一切坏毛病 不再沉迷上网 不再有暴力冲突 配合吃药 进行抑郁治疗 如果医生认为 你的下巴确实不够完美 我就支持你做手术 冲险自行承担 小王一听 整容有戏 两眼放光 一口答应 立即写下保证书 第二天 母子俩来到整行医院 经诊断 小王的下巴略微有些厚缩 嘴唇有些突出 临床上称为下颌畸形 并不是外力损伤造成的 其最根本的原因 在于遗传 你可以通过手术 稍微改变一下自己 锦上添花 更加自信 但如果要解决别人的歧视 合不合群等问题 做一个下巴 是远远不够的 这并不会解除你的心理负担 要想变得更加完美 必须要有一颗 积极向上的心态 而不是因为谁的嘲笑 责怪父母 如果心态没摆证的话 整形手术 并不会起到太大作用 今天说下巴 明天 你就可能说一眼睛 经过一番沟通 整形专家决定 在他心理障碍 没有清除之前 暂时拒绝进行手术 调整一下心态再说 小王十分沮丧 心有不甘 但还是老老实实回了家 几天后 小王再次出现在镜头前 不仅改变了心态 整个人开朗了许多 还戒掉了网络游戏 鉴于他表现良好 专家决定满足其心愿 免费提供微创整形 药物填充 半个小时搞定 小王着急猫慌 拿着镜子打量 看着微微隆起的下巴 终于露出笑容 心满意足心结释然 开始配合心理医生 接受治疗 一番调解 母子俩化解了心中的隔阂 王妈妈承诺实时陪伴 不管生活再难再苦 都会时刻关心孩子 小王也决定 彻底戒掉网络游戏 和母亲一起外出打拼 大学生沉迷网游 孝时十年 躲进网吧打游戏 回家五天后离世 临终遗言 别卖我的账号 真有意思 你们不会懂 眼前这个脸色苍白 蜷缩在床上 不停发抖的男人 名叫王刚 1980年出生于 湖北省天门市张峰村 母亲在家务农 父亲是村里一所 小学的民办教师 除了王刚 父亲俩还有一个女儿 一家四口生活节俭 并不富裕 但相当重视孩子的教育 四处借钱供孩子读书 王刚打小就很聪明 加上父母的严格管教 学习成绩名列前谋 一直都是班里的尖子生 小学生初中考试 全线2000多名学生 他考了第三名 上完初中后 16岁的王刚又不负众望 考入湖北省赫赫有名的省重点 天门中学 父亲激动不已 急于厚望 不料高三那年 王刚学习零压力 感觉生活太单调 开始接触网络游戏 沉迷其中无法自拔 从上课打瞌睡 注意力不集中 发展到旷课 逃学 成绩一路下滑 甚至还影响到了其他同学 老师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 小只以情 动之以理 经常找到谈话 但效果甚微 多次劝说无果 班主任喊来了家长 父亲一听爆跳如雷 劈头盖脸一顿骂 看着父亲花白的头发 想想体弱多病的母亲 王刚似乎意识到了 自己的错误 保证不再去网吧 在父亲的严厉管教下 他花了一个月的时间 突击补课 最终考入武汉化工学院 也就是如今的武汉工程大学 成了村里第一个大学生 父亲倍感骄傲 决定放手 让孩子进入更为广阔的空间 勇敢去飞 幻想着他毕业后 能够找个好工作 改变自己的命运 结果万万没想到 进入大学后 无人管束没有压力 放松下来的王刚 很快就和同学去了网吧 大一上半学期 他还能按时上课 到后来整天见不着人 泡在网吧里 只有晚上才会回宿舍睡觉 期末考试 多个科目不及格 大学四年很快就到头了 王刚挂科太多 连毕业答辩都没参加 根本不具备 拿毕业证的资格 只有一业证 可能觉得脸上不大好看 他没拿证 没拍毕业照 也没参加毕业典礼 与刚来时的意气风发不同 2001年下 王刚默默无言回到了家乡 在家待了一段时间后 提出要去武汉找工作 看着学生归来 立志求职的儿子 父亲极为激动 男人就要出去闯荡 2001年8月28号 父亲再给王刚500块钱 把他送上了去武汉的班车 工作安顿好了 给家里来个电话 本以为苦尽甘来 美好新生活即将开始 没正想 从那以后 王刚就消失了 父母心急如焚 急忙跑到学校寻找 结果意外得知 儿子没有毕业 而是一业 没有和任何同学联系 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全家心慌着急 不知所措 贴过寻人启事登过报纸 而此时的王刚 正在网吧潇洒 来到武汉 他确实找过一段时间的工作 但由于没有毕业证 也没一技之长 求职屡屡碰壁 自尊心狠受打击 无言面对父母 无法和家里交代 为了逃避 他找到校友帮忙 住在大学宿舍里 卖二手书卫生 后来校友毕业 他再次钻进了网吧 由于成年玩网游 王刚的游戏角色等级很高 再加上技术不错 经常能达到一些稀有的装备 很快 他就在这家网吧出了名 被大家称为网吧大神 名誉在外 运气不错 有一次 他达到了一件比较稀有的武器 当场就被网吧里的一个玩家给买走了 王刚兴奋不已 自认为找到了赚钱的办法 开始一心一意泡到网吧练集 幻想着靠游戏发家支付 靠卖装备和游戏币 他一个月偶尔能赚个一千多 勉强维持上网费和一日三餐 时常要向朋友借 后来王刚还在游戏里建立一个工会 带着一帮兄弟刷头打装备 嘎嘎拉风 现实诗意 游戏世界无比精彩 就这样一打就是十年 他一共养了二十多个DNF账号 其中有五个五十五G以上 期间王刚两次写信 想跟家里联系 但都没写完 最后干脆放弃 全人不知父母的交集与无奈 2011年5月6号 在网吧连续待了七个月的王刚 身形销瘦 精神萎靡 身体极度虚弱 倒在了沙发上 老板看情况不对 急忙报了警 随后 警方将其送到了武汉的一处救助站 并联系了父母 不久 王刚因病情太重 被送往医院 父母连夜前往 看着病床上骨瘦如柴 呼吸微弱的儿子 心痛不已 气不成声 十年杳无音讯 家里散尽家财 拼命寻找 本因为能等到儿子 报平安的电话 没成想 再见 竟是这样 经检查 王刚确认肺结核晚期 双肺损毁 全身多处结核 当晚就下了病危通知 已无救治希望 母亲哭着给儿子换了衣服 洗了澡 剪了头发 把他干干净净带回了家 靠吸氧维持生命 2011年5月15号 货别十年 回家五天 31岁的王刚 因呼吸衰竭离世 只留下了700元钱 两张不知道密码的银行卡 和二十几个游戏账号 临终前他嘴里念叨着 别 别卖我的游戏账号 真有意思 你们不会懂的 有人说 王刚是作茧自负 在游戏中消磨掉生活 和自己的生命 也有人说 王刚只是生错了时代 如果放到现在 应该会成为一名 不错的游戏主播 真真假假 假假真真 游戏是人生产的 而人是来操纵游戏的 千万不要被游戏 操纵了我们的生活